继续出发 看了一下这个纪念碑啊 这回是真的进了大山里边了 我们周围的山都很高 感觉比那个我们刚进来的时候 那个独山子那个大峡谷 两边的山还高呢 停到这边我们打算 看看无人机能不能使用一下 因为这账号是个停车带 可以停车 来看看峡谷 独山子大峡谷没看上 这也是大峡谷嘛 哇好深啊 这边峡谷好像比较多 勾勾坎坎的 原本是要拍摄一个 无人自动跟随的这个航拍来着 后来前边啊 那个线路比较难搞 所以就不拍了 找一个好拍的地方再拍 现在我们是紧贴着崖壁在走 忽然间仿佛感觉回到了西正 有落石呀两边 然后右手边是一条河 黄石线超车 难道是因为我们开太慢了吗 在路上突然碰着线高杆 独库公路上有很多这样的线高杆 之前有很多这种低于2米5的线高杆 有很多 现在全部都拆掉了 现在就变成这种4米5 线4米5的 所以我们房车在这边 现在目前跑是没有问题的 它4米5主要是这过不去嘛 超了4米5 这防止山上落石的 住车河边 下车 这边我们原本是要在这边停车的 但是它这边有牌子是写的请勿长时间 这边住车 那我们就下来只能活动活动了 这边离河边还很近 离水又近 都说这个堵库堵车游客都 我们一路上能碰到的游客很少很少 也可能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原因吧 导致这边没有那么拥挤了 很舒服 这边还有麦 好凉串的 准备要走了 突然发现这边有杂串 看他们要不要吃杂串 我们又在这看到看石头了 肉总在这选来选去的 但是呢 我买的一块石头是这样子的 看这个石头值多少钱 准备带回去 看我们现在面前这个沙子滑坡 正前方是雪山 这个雪山离我们很近很近了 我们在山沟沟中传缩 落石也很多 路上一路在看着这个有道路养护的在捡石头 你看看它这边是经常往下掉石头 你看看我们路中间这种石头这么大的 多少感觉有点危险 这就是我们刚刚远远看那座山 绿绿的很高 它的背后就是雪山 我们一路都在爬坡 而且现在的外边已经气温有点低了 有点凉 结果不开空调把这个窗户打开了 兜兜风 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停车地方 因为它这有信号 对我们来说其实这个信号塔很重要 然后这边是一悬崖感觉 感觉要是停在这儿的话会很爽 这儿有沙发 我们两台车并排停在这儿 哇这边好漂亮 这个天真的是悬崖 下是肯定下不去的 下就别想了 两河会合的地方它是 你看那边有条支流嘛 这边还有一条河 它照一条河的颜色是辉煌辉煌的 那边是青的 所以到这边来颜色组合一下 很漂亮这地方 看这边人能看到另外一条河了 这个位置不错 就是风稍微有点大 除了风大没有别的不好 看人家这边停车都下面垫块石头 我看我们等会儿停过来的时候 也需要这样子干一下 看这边多漂亮 我们今天打算就在这边住车了 虽然这边是个风口 风有点大 但是整个看一下这边的风景还是很美的 停在这车必须要用这石头直直点 不然 就这个下去 好人家老板要回家了 我们要占领他们的地方 好啊 呵呵呵 那老板我刚才把车开出去 开出去 我们看这个地方多美 虽然风大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 挡起来 可以垫下轮胎就行了 我们要把轮胎垫走 我们这边后边是悬崖 看着多少都有点荒 前轮也垫下吧 呵呵呵 光垫一个后轮 总感觉不靠谱 哎 接两块 这样电池还是肯定不会动的 往前流没事 别往后流 我们把车停成了这个样子 一开门就是没劲 没风吗 没风 这儿没风 但是这个风啊 一到这儿 哦哦哦哦 这儿风又大了 瞬间 嗯 对对对 我要不再往后靠一点 你不用再往后靠了 够了 可以了 因为咱们就只用这一片呀 这儿 这儿一点就够了呀 有一点点地方就行了 对吧 还可以 再看看这边 今天可以看个日落了 我山里边的日落很快 那边不让过 哪边不让过 哪边不让过 啊 你们是刚进江的吗 我们一直都在新疆呆着呢 那为什么他不让你过呢 你去过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也没去 我们也没去 去过长吉 我们户口是河北的 河北是敏感地区 发货 我一直在新疆里看一下 那也不行 基督证也 我山的不行 前面多远 他给你的理由是什么 给你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不让过 理由是他们接到通知不让过 好那我们走了 好嘞 慢点 对你们玩着一块 好谢谢 那看来这个 咱们估计在这等两天 看行不行 会不会松 对 咱三边不着急 不然的话我们得 我们没地方去了 灾状回 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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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得知消息 有三台车被从上边 劝返回来了 他们前面20公里处有卡口 现在是哪儿的车都 他是新疆的人 没去过乌鲁木齐 没去过长吉 但是也不让进 所以就是基本上属于是 应该是不让过了 我们要是过去的话 估计也得回来 看来我们要在这儿做好 长期的这个 住在这儿的打算了 还好我们东西带的比较全 水呢要节约的用这点 因为我们的水 路上不是洗车来吗 洗车用了一部分 肉总他们车上的水 好像也不太多 所以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呢 可能就是水的问题 电应该问题不大 先在这耗着吧 大家在这总比住在城市里强 每天自己做饭吧 美食节目接下来是 跟着月龙看厨房 行不行 可以 上去擦擦呢 那我不会从悬崖这边掉下来吗 哈哈哈哈 不擦的话没电了呀 这个地方风景更好了 好了 差不多了 下来喽 下来喽